大家好 我是欢歌 带你穿越时空 寻找最美村落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呢 我依然带大家来观赏古民居 现在我身后的这种古民居啊 叫做德胜尾 这是位于广东省廉坪县 西头镇一个地方 接下来呢 大家就跟我的镜头进去里面 我们边走边聊 我们先看一下外观 整体建筑结构呢 都是用石块砌成的 一如既往 都是一样的 这种就是我们这边客家地区 围龙屋的一种特色 这里已经没有门了 门都已经拆掉了 还是那么熟悉的环境 走在这种古异道上 感觉似乎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来 我们继续走吧 来看一下曾经这里的人民生活过的痕迹 哇 好多宝啊 各位朋友 各位兄弟 各位姐妹 你看家里摩托车 这有一堆音响 看见没有 来 放大一些 好多宝啊 那个宝宝应该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是啥 里面有一台电线 哦 已经拆掉了 那台电视 看见没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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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拆掉了 还有风扇 哇 这个神经应该是有线电视的那个东西 很多宝啊 已经防徽了很长时间了 现在大家跟我进去里面看一下 好了 我们就走 福寿 用什么什么什么 看不懂这些字 这个小门员需要锁的 它原来两道 这个房子跟其他的不一样 它这里有两道的那个安全防复 这边嘛 这边锁 刚刚我们进大门的时候看到没有 也有这个东西 现在也有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有两道安全防复 这个应该是近期才好 以前为了防止土匪嘛 以前是道解很猖狂的 所以以前都用的 基本上用的是那种石门 石头 整块石头砌成的 很少会用是用那个木门的 木门容易断嘛 这里附近住的蛮多人的 基本上原地鸡米 这里能上去吗 应该是上不去的 以前几十年前的这种锁 是同座的 是吧 大家看一下啊 是同座的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老房子的贴这个福字啊 要倒过来的 为什么要倒过来 因为福到嘛 它这种贴法是不对的 知道吧 按照中国古人的那种说法 因为这个是近几年的 可能也就贴了几年了 几年是掉色了 才是这样的 把骨子倒过来 我们就在 足道 是这个意思 是一个 是一个很有 那种 硬味的这种石 那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吧 哇 这个梯子好直 大家看 好直 放上这个梯子 非常危险啊 老不老固啊 挺老固的 我是不敢上这种梯子 以前住这里的人 他们每天都上这个梯子 他们不会怕 直接上个那个二楼 下狗楼嘛 应该他们住 可能是住在上面 所以每天都会 爬 不过习惯了 倒是没事 我们没有习惯过的 我们不敢爬 这里呢 这个呢 你知道这个什么吗 这个叫做污水池 以前的污水池就是这样子的 用来干嘛呢 这个水呢 可以把它倒起来 然后去 去田里面 去菜地里 可以浇水浇菜用 是吧 叫做原生态的 无鸡肥 这个东西啊 因为上面 还有一块板的 没有板是不行的 又怕小孩子掉下去 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跟大家讲啊 就我们老家 有一件是这样的故事的 就是刚刚的那个那个池啊 就是就是就是 那现在我指的这个这个池 就这种池 以前我们老家也有这种池的 因为那个那个盖子嘛 它是拿掉了 大人挑这个水池里面去浇菜嘛 他忘了盖回去 忘了盖回去之后就 小孩子不定玩了 以前老家住了很多人 是吧 很多小孩子 小孩子在里面玩了 我们就不小心掉下去了 然后里面淹死了 真的对于这种情况 非常可怕 里面下来 这下水房里面淹死的 花分池里面 淹死面都是乌鱼的 包括水沟 也是这个水沟啊 也是 乌鱼沟 是吧 这个水沟还在好一点 比较小了 以前都是那个大沟 像我们的花分池 不像现在的花分池 一样是埋在地底下的 以前还不是的 以前是都是 像这个地面上的 因为这个是松果用水 很生活用的排污水 也是用来 脚菜也没用了 现在的生活用水是不行的 有很多什么肥皂 什么用那些化解药 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都是很干净的 没有的生活用水 可以 所以可以 二次利用 因为他们 因为要从井里面挑水过来 所以水还算是比较珍贵 每天都要挑水河 都从井里面挑水河 所以那个也是叫做 纯天然的有机肥 对啊 以前在老家经常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老家小孩要掉进池塘里面 你掉进发分池 掉进那种措索里面 很多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们的措索也是 就是开放式的 不像现在有码灯 什么灯片也没有的 也就是那种开放式的 拿去这样 类似于这样 类似于这个云 就打个比方吧 就两个木板 就两个木板 不过它这个也是生活用水的排骨 那个排骨尺 也是一样的 这些水也是倒过去 做肥料用的 包括这些 民国的水 都是可以重复再利用的 这又有一棵自己的井 还有人 我听得到声音 搞埋啊 搞埋啊 在搞什么这里 不美的 谁没喝的 我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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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买呀 搞买呀 搞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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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走吧 我问他搞了什么 他们都不理我 他们都不理我 不知道他们搞什么 我们见过这个东西 我是真的见过的 我们下次专门有时间 摆排这个东西应该很好找 很多地方有用 这个东西有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转了一圈了 我们现在准备出去了 还是外面好 空气也好 把一些阳 彩光 阳光 阳光 保障 保障 怎么现在 母亲的人 这些叔叔阿姨 也那么屌 跟他说话他都会灵魂 这真的是 哪些 大家发现没有 基本上每家门库 都有 那家也有 都有 都是重复利用的 看见了吗 生活用水排放到这里 现在的生活用水是很脏 很臭的 以前就不好 然后直接到菜地里面 去搅灌就行了 是吧 都建了个这个东西 所以以前的人 环保意识比现在还要好 反而现在的话 说是说什么这环保那环保 反而是给我们的地球 就增加了负担 增加了污染 好凉快啊 夏天的话坐在这里吹风 真的是冬暖夏凉 而且现在也不算冬天 只是比较凉快一点 但是 它风吹过来 它是不冷的 它是很柔和的这种风 好像变频空调吹出来的那种暖气 很柔和很清爽的 而且空气也好 在山区里面 在农村里面空气也好 它没有工业的污染 所以环境是特别好的 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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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